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婷 你知道什么叫啪啪打脸吗 以前我还没有生宝宝的时候 我就看到别人家的宝宝追着喂饭 我是这么跟我妈说的 我说以后我再要是这样子 我绝对不让他吃饭 让他饿几餐然后就好了 然后现在现在你看一下我 来老师追着喂饭 快来 别跑 他还好就是说追着喂还喂得紧 真的是啪啪打脸你知道吗 所以说说话不能说太满你知道吗 好尴尬 因为小孩子都是这样 然后我妈说那时候就跟我说 他说等你儿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现在还是还没有试到那个味道 这不就试到了吗 哎哎哎慢点慢点慢点 这次又不是追着没有办法的 你看 你看 瞧瞧你不会打死打过 快过来你了 快点吃饭 吃点 走一点 你追他就跑 呵呵呵 你看 哎别追 别追 吃饭了快点 我快睡觉气死了 快点吃点 他把我都打到地上了 快来拿牛蒜火来给他刨一餐 我说刨你一餐 不听话了 吃饭了快点 我现在真的理解那种追饭的那种痛苦的 吃饭了 吃饭了我们出去玩了好不好 可以了 好他告诉你他把他那个打到地上了啊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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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在旁边笑我现在理解了不 没有 没有他有一点好就是如果他想吃的话 你坐在这里等着他过来吃 他就跑一会儿回来又回来吃 这样子还好 不要跑 周玉婷你又在干嘛 哎呦 等你 许个竹竹才打圈圈 你有肚子啊你现在 宝宝 走 怎么了 他一直去玩那个鸭子 不要弄了宝宝 你 这个鸭子等下要寄走的 给那个阿姨的 寄给阿姨的你等下把它捏死了 他贼 不能搞 哈哈哈 口水都流了宝宝 宝宝 不能弄啊 不能弄 不能捏牙来的 牙捏死了 嗯 这是给阿姨的 摸一下可以 你能不轻轻地摸一下 轻轻地摸水 他就就喜欢搞这些东西 怎么了 猪龙鸭子你看 把那个猪龙鸭子然后放上去生气了 生气了 你是怎样生气的 是这样子生气的 放来的 放泡 哦 不能猪龙鸭子宝贝 生气了不想你你了现在 这么小一下你 啊 你这么小一下 你看这个样子哦 像个痞子一样 哈哈哈 谢谢